新角色曼卡拉居然会跳安赛妖谷 那相信很多同学们都已经迫不及待讲干抽取建议了 那么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曼卡拉是一个T1级别的辅助 主要的就业就是在迷梦和PVP中 他的出现大幅都增强了狼人队在迷梦和PVP中的表现 使得狼人队也达到了T1输出的水平 那接下来我们进行技能介绍吧 对了 我们立志打造全网视觉效果最好的攻略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一个硬币10经验 一个转发5经验 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 也可以让我们产出更好的内容 曼卡拉的终结性能会在自己身边的两个范围内生成五位光环 五位光环内的队友会提升40点急速和10点远程防御 而曼卡拉自己会预外提升30点急速和10点远程防御 五位光环初始持续时间为10秒 持续期限内呢 每当曼卡拉累计造成自身300%攻击力的伤害 会以自身80%攻击力来治疗五位光环内的友薰 当曼卡拉达到111级以后 五位光环持续时间会提升至12秒 那么实战测试下来 控制不会打断曼卡拉的五位光环效果 接下来是非常独特的二级的 战斗开始时 他会在场地中央生成一个擂台 擂台会持续到战斗结束 擂台内如果人数比对方多 且维持超过3秒的一方 会占据擂台的所有权 当己方占据擂台时 擂台颜色会变成绿色 我方占据擂台时 曼卡拉最高会为我方群体每秒回复自身攻击力12%的生命值 并增加队友20%的攻击力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战据擂台时 队友不需要站在擂台内 就可以吃到这个增益buff 3技能最高会为自己当前血量最低的两个队友 恢复190%攻击力的生命 并且增加40%物理和魔法防御持续5秒 那这个物理防御和魔法防御增加的量还是非常高的 且这个技能每12秒即可持续5秒 相对来说触发周期并不长 持续时间也比较好 在迷梦中会是不错的保护C位的关键技能 英雄专精技能是单纯的增加自己的攻击力 最高可以增加15%的攻击力 且当友军控制擂台时 还可以增加10%的攻击力 神话家解锁的专武技能 每当曼卡拉终结其能 勇气光环的持续时间超过6秒后 威威光环内的队友提供战斗怒火 获得战斗怒火的队友每秒 都与他相应的敌人造成曼卡拉最高70%攻击力的伤害 那这个伤害技能效果一般 当曼卡拉的专武升到10加以后 他可以为战火怒火下的友军赛提示30点兽予 每点兽予可以提升自己1%的兽治疗以及护盾量 那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曼卡拉的巅峰下技能描述很短 但提升却很大 有方控制内台时 曼卡拉的无微光环持续时间不会减少 可以常做各种效果 如果考虑冲曼卡拉的话呢 可能得一口气升到巅峰下才是比较合适的 那整体看来 曼卡拉是一个技能与奶爸比较近似的进展辅助 奶爸第二次开大招是为队友提供30点激素 曼卡拉的次是为队友提供40点激素和10点远程防御 不过曼卡拉的技能不会被打断 而奶爸会被打断 曼卡拉三技能还能为自身和血量最低的两个队友 增加40%物理魔法防御 奶爸三技能是一个纯奶技能 两个人的专机技能都是对敌方造成伤害 但奶爸是生命值百分比伤害 曼卡拉只是自身攻击伤害 一般来说应该是奶爸的伤害会更高一点 综合来看的话 曼卡拉的治疗应该会比奶爸要低一些 但相对应的为队友提供更多的buff 不过曼卡拉很多buff是小范围buff 且他自身是一个会移动的进展辅助 所以想要吃全他的buff 估计得上阵更多的进展英雄 接下来是曼卡拉在各种场景下的表现 曼卡拉在推图中的效果不是很出色 因为曼卡拉的攻击范围只有一个 常常会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容易抓到敌方的激活而导致暴毙 而曼卡拉在迷梦中的表现还挺不错的 虽然使用常规阵容中替坏奶爸时 曼卡拉的输出会远低于奶爸 且奶量还不如奶爸 但如果和奶爸搭配 使用则情况又有些不同了 依靠两者的共同的技能激素 让队友更加频繁的释放技能 在高练度卷迷梦伤害时效果很不错 而且在游戏初期 曼卡拉也可以承担起卡卡的作用 在团队前期成伤效果不行的情况下 可以让队友存活得更久 从而打出更高的输出 曼卡拉的PUP效果非常的好 和狼人搭配使得阵容队伍 练度比对方第一时 依然可以战胜俯神九身队 在面对绿意时也能有很高的胜队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PUP竞技场中必行较债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最早选用了阿阿萨 犀牛 狼人 曼卡拉 索恩的全满血阵容 但是阿阿萨的岩石墙反而会阻挡队友的进攻 导致好几个队友都无所事事 接下来我们换下阿阿萨上阵骨 但实战中还是出现了倒入拥堵的情况 导致了最后的失败 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后比较好的配队了 卡卡 古王 四手 曼卡拉和狼人 折套战争中其实也是一个死薄翼 保护狼人一个让他尽情的输出 古王契约狼人替狼人呈伤50%的伤害 增加狼人的坦度 降低其暴毙概率 四手开局制换狼人进入敌方阵营 且提升狼人攻击 并且为狼人提供治疗和25%的伤害减免 因为奶爸的技能会被控制打断 所以我们选择了卡卡 卡卡和曼卡拉则为全队提供各种增益buff 来确保队友的存活 狼人作为团队的核心 深入敌后 悠闲击杀敌方辅助 且因为目前的阵容只有三个角色是进展角色 使得原本拥堵的战场瞬间就清爽了很多 实战的胜率也非常的高 而迷梦在目前测试的大眼中 则是曼卡拉 奶爸 鞋子 狼人五月 狼人五月为主要输出 奶爸曼卡拉可以一共为队友提供70点急速 加快技能释放频率 进一步提升狼人和五月的输出 鞋子的恶毒刺在70点急速的加成下 可以更加平凡的出发打出增伤 且狼人为物理输出 五月为法术加增伤输出 对于大眼召唤的高武康和高法康小兵都可以快速的清理 且曼卡拉提供的40%魔法物理防御 也可以让队友在大眼的激光下存活 当然迷梦还有其他很多的boss 之后我们会在评论区一补充 大家可以待会留意后面几天的评论区 最后就抽取建议了 作为目前竞技场最为顶尖队伍的核心角色 喜欢卷迷梦伤害和想尝试狼人队的玩家 可以大胆的冲 而没有特别多资源的平民玩家 也可以先入股一致 不过我们建议 平民玩家在培养角色时 还是先按照 推图大于迷梦大于PVP的优先级来选择 阿曼卡拉最擅长的领域还是在PVP中 且刚学练一张狼人 那相信目前有高练度狼人的玩家并不多 所以要考虑好是否有充足的资源练两个角色 当然作为一个强烈的PVP辅助 现在阿曼可人手一致 后续可以看情况补 只是口袋紧张的平民玩家 可以多考虑考虑 毕竟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香的 好我们以上就建议远程启程新角色 曼卡拉的全部能了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记账指着说 非常重要 那中午下期吧 拜